远警开着警车把车停在派出所门口作为阻挡 日前基隆第三分局八度派出所遭到男子开货车冲撞直搬台 酿成两名远警一死一伤震惊社会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撞如何保护远警安全引发各界讨论 而台南市警察局立刻盘点出警铃周边道路的派出所 盘点之后14间分局中共有43间派出所警铃周边道路 而且门口没有阶梯缓冲 因此先以大型警车停放或是放置水泥花台作为阻挡 带来听警方说明 停奉警车只是暂时应变 未来将打造钢琴巨码或阻绝器材设置派出所门口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保障远警知情安全